嗨,大家今天過得爽嗎?歡迎回到埋料拳拳 今天要來談黑洞,為什麼現在才出來炒冷飯呢? 因為不懂的東西不能亂講,這樣母湯,所以要很慎重很嚴謹的等Wiki更新,這樣我才能照念給你聽 前一陣子公布了一張M87黑洞照片,聽說很厲害,花費5000萬美元,籌備7年,8隻世間望遠鏡,台灣提供了3座,有200多名科學家,6國合作,耗時2年,組成4組復仇者聯盟,進行P圖 但是我乍看之下,感覺沒什麼特別的嘛,就是一張解析度不高的甜甜圈嘛 而且科幻電影裡則就看過肉,於是我就研究了一下,原來我們科幻電影看到的黑洞,都是愛因斯坦的廣應相對論,在這個理論上進行P圖 而這一次的P圖是不一樣的,是首次直接觀測,蒐集到數據才進行P圖 因此證實了100年前的愛因斯坦,考試都考了100分,不是因為他只能考100分,而是考卷只有100分 看完這張黑洞照片,我們可以看到黑洞5500萬年前的樣子,當你凝視著黑洞,黑洞也凝視著你,我要被吸進去了 中心有個奇異點,體積無限小,密度無限大,引力大到連光都無法逃出來,外界無法觀察 於是透過外圍甜甜圈的環狀光線,稱之為世界世界,世界世界以外光可以逃逸,但經過附近光會扭曲 黑洞附近的時空受到強烈的扭曲,所以越靠近黑洞,時間流失越慢,也就是引力時間膨脹效應 在《星際效應》這部電影裡就有演到,主角去了1小時,地球就過了7年 然後黑洞專家霍金大師,曾經提出霍金輻射,更新了黑洞理論 簡單說就是,霍金認為這批黑洞不純,不夠黑,他就愛黑的,其他顏色不行 最經典的黑洞應該能吞噬一切,光和輻射都不能逃離黑洞 霍金卻發現,黑洞背叛了他,竟然向外逃逸出靜熱輻射,於是一氣之下稱他為灰洞 然而霍金輻射,發表至今,仍未被實際觀測到,但是他還在鬧 1970年,霍金一開始覺得如果被黑洞吞噬,資訊會永遠消失,組成人類的材料都是原子 但人和人之間攜帶的資訊不同,資訊可以理解為DNA,許多物理學家可不這麼認為 他們覺得霍金錯了,認為資訊應該會保留在黑洞的事件世界上 2004年,霍金認錯,改口承認這些資訊,可能可以隨著霍金輻射回到太空中 好,懶人包看到這裡,日常聊天時的裝逼應該注意應付了 但如果我們要趕上霍金的遊戲進度,我們必須使自己進入霍金的思考領域 我們都看過太極圖,一條曲線將圓一分為二,稱之為太極生良宜 一半白一半黑,白者為陽,黑者為陰 巧的是,今天談的黑洞,非常像是太極圖上白宜中的黑點 黑宜中又有一個白點,黑洞的相反是白洞 所以我們在太極圖上可以找到,黑點等於黑洞,白點等於白洞 太極上的黑點存在於白色的那一半 我們生存的世界已經觀測到一張M87黑洞影像 所以可以合理推論,太極白色的部分等於我們存在的物質世界 因此可以理解為,黑洞存在於物質世界 而目前人類整個可觀測宇宙,930億光年的範圍內,都還沒有發現白洞 而太極上的白點,存在於黑色的那一半 如果太極白色的那一半,稱之為物質世界 黑色的那一半,就相當於非物質世界 所以白洞也不用找了 以另一個維度來看,黑洞就是白洞 太極圖正說明了,世界是一體兩面的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陽二氣,福禍相宜 霍金曾經提出的灰洞和霍金輻射,研究有點出淺 但方向大致正確 這一點很可憐,但你正確的路 謝謝 接著我們憑什麼相信太極圖? 如果你有看過《身為一日腦粉》系列02 就可以得知華夏文明突然之間出現大量知識 都是因為福西 還可以得知福西原來是 曾經拯救地球的女娲復仇者聯盟成員之一 還參與過人類基因工程的改造 太極圖就是根據福西傳授的這些理論所衍生出來的圖形 福西八卦與太極圖如果只是用來解釋距離地球5500萬光年的宇宙現象 我們知道要幹嘛呢?那關我們地球人屁事 如果只是一些星際冷知識 福西和古廢九牛二虎之力和當時明治未開的華夏子民解釋 甚至根本沒有必要流傳下來 因此我合理推論 太極圖安喻的就是我們地球創世與運作的機制 白色的部分就是地球的物質世界 黑色的部分就是地球的非物質世界 俗稱靈界 地球的地心就是一個等比例縮小的超微型黑洞 地球的最原始面貌就是一顆超微型黑洞 黑洞就是黑洞幹嘛故弄玄虛 說什麼超微型黑洞 如果太陽是一顆籃球 那麼地球就是一顆芝麻 地球質量與M87黑洞相比的話 大概就是30-65億個籃球與一顆芝麻的概念 所以講超微型黑洞或是奈米黑洞比較精準 因為很迷你感覺很故意 所以我不排除是外星神創論 一個更懂宇宙的高等文明製造的 聖經裡有提到一段話 第一是空虛混沌 淵面黑暗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聖經的原文有興趣自己去看 我們把原文透過Google翻譯得到的是 地球沒有形狀 空虛無效 黑暗在深處 有沒有覺得這個原文根本在形容黑洞 然後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所以水是哪裡來的 可能是這個超微型黑洞 捕獲了火星的水氣 黑洞本身是空虛的 這顆超微型黑洞 把火星善意的水氣或大氣吸好吸滿 於是世界世界區域被水與水氣包覆 所以神的靈才可以在水面上移動 然後再創造一個地殼 讓這個地殼能包覆整個黑洞的世界世界 並使地殼漂浮在水面上 透過黑洞的強大引力吸住這個地殼 就是我們俗稱的盤古大陸 因為是浮在這個充滿水的世界世界水面上 這個盤古大陸是可以滑動的 地殼與世界世界摩擦處 產生地熱與岩漿層 因為地表不是固定住的 所以並不是一個好的生存環境 因此在地表上 有一批神就打算建立南北磁擊裝置 才能固定住整個地表不會亂移動 地磁的存在還能隔離太陽風 保護大氣層 有趣的是 科學家近幾年來發現的 地磁翻轉現象 為什麼會翻轉呢? I have no idea 沒有人知道 如果地核如惡所說是一個超微型黑洞 因此就不會是一個固體 固定在地球內部 黑洞本身是空 是無 黑洞到底怎麼運轉的 它爽怎麼轉就怎麼轉 但是要建立南北磁擊裝置的外星工程師 目標是要固定住整個地表 使其不會亂移動 為了解掉這個bug 於是設計這個南北磁擊裝置的時候 加入了一個偵測地心黑洞的磁擊變化功能 會自動調節對應磁擊 所以其實蠻有可能 建立南北磁擊的大神 和創造地心黑洞的大神 是不同一批神 目前教科書上寫的知識 大家都認為 地心是石心的 但石心這件事其實也是個假說 沒有人能證實 人類往地底探索的最深專探點 俄羅斯科學家花了24年 才挖了12公里 離教科書上假說的地殼厚度60km 才五分之一 總之地球內部位置的東西還太多了 如果地心黑洞說成立 地球內部是空心的 這件事就有可能發生 因為 黑洞本身很有可能是空的 是虛無的 既然地球內部藏一個黑洞 要藏幾隻蜥蜴人 或是女蛙族 應該不是太困難 前面說到太極圖暗喻這個世界也是一體兩面的 白洞很有可能存在於相同位置不同維度的非物質世界 俗稱靈界 地表上的物質世界 剛好位於超微型黑洞的事件世界上 所以物理學家才說 進入黑洞的物質 資訊會留在黑洞的事件世界上 資訊我理解為精神體 或俗稱靈魂 佛教說人的始祖是從光陰天來的 由光波、深波組成的一種精神體 要從黑洞的事件世界內脫離 除非有辦法抽光速 約每秒30萬公里 當你的精神體想通了 不逗留在事件世界區域 這個物質世界 你就會往白光走 也就是靈魂出鏟冰石體驗 進入到非物質世界時 我們常常聽到的那個白光 我覺得有很大可能它就是白洞 隨著白洞的霍金輻射 發送精神體進行轉世 白色的明天等著我們 黑洞與白洞內部 精神體會回歸到那個時間沒有意義的世界 因為質量無限大 時光流失速度與地表就會不同 所以二戰James靈體滯留時間54年 對你而言恍若隔世 對精神體的二戰James而言 昨天的事 地球上因為有黑洞和白洞的裝置 才能打造出輪迴轉世系統 黑洞吞噬、白洞創造 看到這裡霍金的精神體 應該已經發現地球上的黑洞與白洞了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圍棋? 剛好圍棋有個典故 可以證明地球上存在黑洞 就是王子爛科的典故 爛科的意思就是斧頭的木柄爛掉的意思 這個故事最早的版本是 西雲200多年左右 西晉有一個道師叫王子 扛著斧頭上山 打算去砍銅樹、日秦 接著他在山中遇到兩個人在下圍棋 原本只是想看熱鬧 沒想到看著入神 都忘記自己要來砍樹、日秦 後來等他看爽了 好像時間不早了 該回家了 結果發現斧頭的木柄已經爛掉了 下山後結果家鄉面目全非 山上一日、四上百年 故事隨著時間演化了很多版本 不過主架構、入山、觀晴、爛科都沒有改變 而是被腦補了一些王子下山後的情節 用來凸顯三中一日、四上百年的反差 以及下棋的兩個人被改成四個人 還有多了一些給王子吃仙藻的情節 腦補的故事都有邏輯上的BUG 例如吃了仙藻 身體才能抵抗時空變化的設定 如果斧頭爛掉了 為什麼穿在王子身上的衣服沒有爛掉呢? 所以比較合理的推論是 斧頭應該是先找一個地方放好 然後我們繼續看旗 而穿在身上的衣服 跟隨著王子一起進入 時空結構扭曲的地方 因為時間流失變慢 所以衣服也沒有爛掉 地球的中心如果是黑洞 就代表地表這個接近世界世界的區域 應該找得到一些時空結構扭曲的地方 如果是平地 這個現象 通常應該是發生在地殼之下 地蔓的區域 所以在高山上更容易發現時空扭曲的地方 所以古代早就有人發現 山里風水寶地龍脈 因為古時候食物的保存不易 山里這些所謂的風水寶地 可以拿來當作冰箱使用 當然不能大啦啦的就放在地面上 所以基本上找個瓮 埋到風水寶地裡 把新鮮食物放到時間慢的地方 這個新鮮食物埋七年 就像放一小時一樣 腦筋轉得快的人 就把夏天的食物囤到冬天 冬天的食物囤到夏天 物以稀為貴 光靠這一點高雄就可以發大財 然後再買一個圓外來當 不就服飲子孫 飛黃騰達了 如果是人住在時間慢的地方 把你的開心農場 建在時間正常的地方 於是你就像開家宿外掛一樣 春夏秋冬秒收成 基本上根本不需要為了下一頓寶而煩惱 只要專注讀自己的書 練自己的功 所以中國古代很多修仙高人 都離群所居 往山里去 因為這個秘密太爽了 所以古人衍生出風水堪餘樹 尋找更多風水寶地 但是對外宣稱 這只是一種傳統文化 學了保子孫飛黃騰達 這種秘密越少人知道越好 以免遭殺生之禍 所以沒有到生死關頭 絕對不會輕易告知兒孫真相 因此目前已經失傳 後人誤以為主備相傳的風水寶地 好像都把東西埋在這 應該是未來要下降於此 於是也變成今日的風水堪餘樹 而真正的真相就是 地心黑洞的事件世界造成了 時空結構扭曲現象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有看過身為一日腦粉系列04 裡面有提到人類的身體很大幾率是 外星神創論 地球也有很大幾率是外星高等文明 參考宇宙運行的機制創造出來的 同理可證 人類的身體也很有可能是 參考宇宙運行的道理來設計 所以人體的內部構造和運行原理 為何宇宙是一致的 每個人體內應該都有一個小宇宙 如果銀河系是繞著中心點 超大質量的黑洞旋轉 地球的自轉也是因為地心這個黑洞 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論 人體這個小宇宙 中心點也會有一個類似黑洞運作的機制 也就是研究人類 其實就能解開地球的秘密 研究地球就能解開未知宇宙的秘密 像是我們協議的流動 或是我們頭上的法學 有的是順時鐘 有的是逆時鐘 有的人甚至不止一個 這些都是整個小宇宙繞著黑洞旋轉的證明 那這個人體黑洞到底在哪裡呢? 有的人認為在心臟 我個人認為在大腦裡 俗稱 確認過眼神 腦子有洞 有黑洞 所以如果每個人體內都有黑洞 我們就可以透過自身的黑洞 進行小規模的時間穿越 這也是人類唯一高度可行的時間穿越方法 就是透過睡覺 僅花幾分鐘便穿越到未來幾小時 目前與諾貝爾講只差一步的距離 就是只能單向旅行 當掌握了雙向時間穿越方法 征服宇宙 指日可待 最後結論就是 在Wiki上查到的各種宇宙理論 像是平行宇宙 蟲動 輕彈動 還是AT立場 很多都只存在於理論模型 或是假設階段 未來會被推翻或是被證實 誰都無法說得準 真理常常是瘋子口中的大膽想法 這些大膽想法 無法確認人類是否已經準備好了 以前的知識 現在都變成常識 未來的知識 現在都還無法解釋 大概就這樣 Bye AH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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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